好,那筆法我先講一下筆法怎麼寫 往往我們在找字鐵的時候會請找一些 比較屬於我們生活上比較接近 尤其跟我們小時候比較有相關的 回去找這個某小時候字鐵來寫 有一部分還會這樣對不對 剛剛是還好 可是後來慢慢就要進化一點 因為國小那個是好像都是參考的 因為他們編的也不好,筆法也不清楚 有個字鐵看就還可以 可是呢,長久以來還是要用現代比較淨化一點的 給大家看得比較好一個字鐵來寫 好像好像這個書店也都有 所以慢慢的都要先發展 那我們現在用的字鐵呢 它會有九宮殼比較多 所以九宮殼造成我們在書寫上有一個方便就是說 你在書寫的時候,這是九宮殼對不對 所以呢 跟我們的或者練習的是一樣 就是要讓大家練習那個 除了筆畫之外,筆法之外 每一個筆畫都要依照九宮殼的位置來排 筆法一樣,結構也要一樣 你說剛剛可不可以不用寫這個字體 自己寫可不可以?可以 但是因為你沒有規矩 沒有東西幫你束縛住 所以你心收不回來 所以呢 你會用自己原來的原初的方式去寫 你就不容易進步 懂嗎? 所以剛開始還是要靈片 上禮拜我們有講說 你的方式嘛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靈片 再來就是說 我們所謂的筆法呢 就包括了所謂的勇之法法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知道勇之有法法? 然後呢 其實勇之法法不必然 包括全部的寫法 縱使你勇之法法全部都寫會了 全部都寫得很漂亮了 你會把字寫得很漂亮嗎? 不必然 因為 就像你有手有腳 你有什麼都有了 可是 你這個人一定是很好 功能很健全的人嗎? 因為牽涉到你內在的 很多神經系統的聯繫 很多的組合 變成一個很協調的人才會 不是各個器官都完整才 就會很好 懂嗎? 好 所以呢我們來開始講 橫畫 橫畫的寫法 那橫畫的寫法有幾種寫法 第一種寫法 是剛剛我講的 像歐陽曲那樣 好 筆畫 往前斷 有一點切 然後往右上 然後回收 那 這個要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長風的觀念 我們以前就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每一個筆畫都要長風 那長風究竟是要怎麼長呢? 其實有時候啦 有時候它只是一個概念 它不必然要把它完整 或者是很大的幅度把它表現出來 有時候它只是輕輕一帶 欸! 輕輕一帶 然後呢就劃過來了 對不對? 但是 我要求的就是 欸! 比方帶了以後 要有一個動作 切下去 有一個角度 這是主要的一定要是在一起 當然比如說 如果是一個追 你要這樣寫嗎? 不必 懂嗎? 或者是 一個 比如說像一個主要的 你每一畫都要這樣寫嗎? 其實不必啦 這只是輕輕的一帶就好 這個主要一畫 把它畫漂亮就對了 但是這個一定要這樣嗎? 不必啦 懂嗎? 但是縮筆一定要縮 這個叫做起筆 這個叫做行筆 這個叫做縮筆 你一定要怎樣? 切 往右上 力量越來越小 再來 越來越重 收回來 提起來 收回來 所以呢 它有一個動作 必須要起形收 欸! 切 有沒有 有沒有 這種回收 變成這樣 這種 往上提 千千繞回來 有一個修飾的動作 這是最主要的 那修飾的動作呢 你也不要太小提 大做一定都很大 主要比較明顯一點 但是有時候呢 它只是按下去 輕輕回一點點而已 懂嗎? 回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 很嚴肅說 我一定要很大力的回 結果那個字啊 本來還好的力量破壞掉 懂嗎? 所以 有時候必須要注意 是橫劃 那其他次要比方 H它只是這樣子而已 一點點 一點點 甚至有時候呢 只有拉過去而已 這是橫劃 那短橫呢 它沒有經過這個步驟 它只有這樣做好 就以形筆 壓一下去 回來就收了 好 這是橫劃 接著我們來講竖劃 竖劃呢 竖劃包包兩個部分 第一個 下來對不對 如果 我們要依照規則啊 一定要 往上切下去對不對 這個長空進去的嘛 長空 這代表長空 然後往下 拉下 走下 所以快結束 回收回去 所以呢 它一定要我們的動作 就是回收回去 輕輕的 不要太大 一點點帶而已 這樣 一點點帶 從走向 帶上去 回風 所以呢 是叫做收 右奏回風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叫做什麼 這叫做垂路 垂下來 露珠 每一個筆劃 有十字八個不是垂路 那另外還有一個筆劃是什麼呢 這叫做玄針 畫下來變成尖的 有的同學啊 不知道 欸 老是看到這個我就畫尖的就好了 反正也不用再畫 花力氣去回風啊 或者是手 對不對 就直接畫下來 那 弦針呢 就像一根針一樣 畫到這裡尖尖的 所以有人說 啊這是中風 沒錯 這是中風 他這現像是 左右兩邊啊 通通都一致性 通通都等級 所以呢 達到力量完全從中間往兩邊擴散 完全均衡 所以畫到這個地方 也很多人會緊張心虛 結果會畫歪掉 為什麼 因為你越是怕畫歪 越容易這樣 越容易畫歪掉 會不會有中間壓 你說千萬不能畫歪千萬不能 結果呢 就畫歪掉了 那我常常跟同學講說 那你就 畫到這裡快要結束 就馬上停止呼吸畫下來 那老師 我一口氣那麼長 我畫很慢 花兩三秒我撐不住 不會的 你游泳潛水一撐 就四十秒欸 對不對 你們游泳 有的可以撐四十秒 對不對 不要呼吸 有沒有 有啦 這裡會有教練說說你要撐至少撐四十秒 要不然就喝水 對不對 好 那這個玄珍呢 什麼時候用呢 是最後一畫 每一個字的最後一畫才用玄珍 最後一畫 如果不是最後的話 要不要用玄珍 不可以 因為玄珍 是等於這畫已經到最後一畫才可以 比如說 楊啊 中啊 性啊 平啊 這些啊 通通可以當作最後一畫 可以當作行正來行 要不然都收到這個 所以這個有時候叫做無垂不收 什麼叫無垂不收 你垂下來一定要收筆 就是像這個收回去 所以不要讓我看到說 為什麼每一個筆畫通通畫玄珍呢 不行 要收筆 這是 數畫 數畫的兩點 這個要用什麼去住 那個玄珍 玄珍 就像是珍一樣 知道嗎 珍不是很尖嗎 好 這是 數畫 那不再講 點 我們基本上的點呢 我把它分做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左點右點 比如說我們寫一個小朋友的小的在撥起來 點 點 以這裡為準 左邊的中間 左邊的這叫左點 右邊的叫右點 你要從這邊按下去以後 以風從這裡回來 或者是進去一點點然後再出來 所以有時候字會變成這樣 點有時候會這樣出去 那右點呢按下去 下來 回收 有時候呢你進來 有時候一點點出去 有沒有 那這個點你可以拉長變成這樣 這是右點 這是左點 右邊的 左邊的 好嗎 好 這是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水點跟火點 水火不容易 右點 左點 有沒有 它水是兩個個右點 右點 哦 兩個都右點 這個是左點出去 所以呢 有沒有 三點水呢 比如說洗衣服在洗 欸 從右點右點 左點出去 懂嗎 好 好 火點是什麼呢 比如說 比如說 軟我的軟 這樣對不對 一點 就是左點 二點 三點 四點 所以它的方向是 這邊的是左點 這邊的是右點 懂嗎 所以這個 烈火點 這叫烈火點 烈火點呢 有三點是九點 有一點是右點 有一點是右點 懂嗎 那當然還有分做數點 比如說你寫一個免字故 是不是一個數點 哦 或者是這邊是左點 對不對 或者是長點 長點是右點 哦 這是點 好 再來講 勾 勾 勾的寫法呢 呃 叫 藍化 但是 也不會啦 這是術化對不對 到這裡了以後 我們不要勾了嘛 啊怎麼辦 你要先斜到這裡 有一個斜度 然後呢 再往上勾 所以呢 這個地方一定要看到你的斜度 所以你畫到這裡 要輕輕往這邊帶 然後再上去 往旁邊出去 所以呢 變成這樣 好嗎 所以一定要看到這個部分 那我告訴你 你可以用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直接 勾起來 第二個方式呢 畫到這裡了以後 畫到這裡以後 停一下 這邊先斜一下 一個動作 第二個 從這裡再勾出去 做兩次 這叫做分解動作 懂嗎 有沒有問題 這是 先告訴大家 第二個 再來我要介紹 撇 撇呢 有長撇 短撇 對不對 還有一個叫做 藍葉撇 藍葉撇呢 是保持正中 要往旁邊出去 像藍花的葉子 有沒有 但是這個要保持 跟中心劑一樣 所以短撇切下去 慢慢過來 往兩邊 膽兩邊的力量 會比較長 這叫做撇 短撇 長撇 藍葉撇 知道嗎 然後再來 納 納有分做 平納跟斜納 平納是 像那個 有沒有 這個是 湊字盤 對不對 欸 平的 所以呢 你會發現有什麼現象 比方上去 往上 然後往下 平的出去 然後這裡慢慢再出去 這叫平納 比較平 比較平的 那這個叫斜納 是把它放平 把它放平 但是這個有一個規則 就是說 你一波要三折 什麼叫一波三折呢 這個叫做波 有三個折 三個部分 一個 由下往上 一 往下按 拉動 二 往旁邊出去 三 所以呢 一波三折 可是呢 我們 有同學在寫的時候 往往就沒有辦法一波三折 船長畫 欸 上來 馬上畫出去了 他沒有 畫下來以後 往旁邊再慢慢放出去 但是 大家 注意那個竅門 就是說 你不要一下子就放 你要把力量慢慢的放 放到最後還是有力量出去 就是所謂的 你的力量 可能剛才是放一點就好 不要一下子全部都放光光 往 剛開始往下按就馬上把力量放光光 結果呢 到最後 你會發現 你的字啊 皮划很直接 沒有辦法 游論有余 好嗎 這就是所謂的平納跟斜納 好 那勾呢 它有一個部分就是所謂的斜勾 或者是所謂的浮額勾 有沒有 你 由這裡 往一個弧度都要按 按 按你的筆封呢 筆封往往是跟著跑而已 所以呢 筆封往往是最先進去 然後最後才出來 你不要筆封往前帶 往前帶了以後啊 就沒有用了 你要跟著它跑 你剛剛你進去筆封進去之後 那筆腹拉著它走 然後到這裡按下去 筆腹按下去 筆封再出來 所以筆封都是最後才出來 最先進去最後出來 懂嗎 那這個扶而勾一樣 從這裡過來 筆封跟著跑 按 按是筆腹 筆腹按著 筆的肚子就是筆腹 按著 然後筆封再出來 懂嗎 沒有問題 這就是 扶而勾 你們像 扶在水邊上那個 有沒有 這叫做斜勾 就叫做弧勾啦 知道嗎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帶來講到這裡 抄腳的惡行就是這樣 好 有什麼問題啊 我們等一下再來 問老師